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作品是 夜晚的女人与小鸟 米罗画了很多关于鸟的作品 这幅就是夜晚的女人与小鸟 米罗用自发的形象简洁有力的绘画笔法 画中有个女人 她优美的姿态就好像这棵大树 在这里鸟儿被简化成一条又一条的线条 这棵大树就好像鸟儿的妈妈 让它们在这里休息 我觉得米罗的女人非常有特色 要细心观察加上丰富的想象力 才能发现它没在哪儿 甚至发现这棵大树就是助力着的女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